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FB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瑶 我最近在看剧本 然后我已经埋头苦读了半个月了 但是不能给你们透露 透露的话就要罚我的钱啦 过年我准备回家 一年都没有回家里看了 然后就想回去看一看 我最近特别喜欢柴花 然后也在学一些英语 我去年有过这个想法 吃了很多的火锅 然后我就买了一本书 看完之后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太难了 就可能还是要再多了解一下 他瘦了 就是本来他之前是12斤 然后他现在变成10斤了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他保持体型 就不太容易生病啊之类的 你会发一些肉肉的穿搭 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那种名媛风 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男生 其实我也想解释一下 就是给他穿裙子 其实是因为猫咪他穿裤子 就是会没有办法行走 所以就给他买了很多的裙子 然后他从小时候一直到长大以后的一些裙子 就是他穿过现在穿不了的 我们之前也有就是消毒过 然后有把它送给其他的养宠物的人 我觉得生活需要仪式感 插花也是我今年开始喜欢上的一件事情 就让你的房间里面都会有那种生命感 然后也会觉得每天都会有好的心情 但是友情提示就是百合 一定不要放到卧室里面 因为他太香了 就是可能会对身体不太好 我觉得辣梅吧 因为现在也刚好是冬天 然后我觉得红色就是很有那个过节的气氛 我觉得今年是我爸妈唯一一次 在族里面陪了我一个多月 然后又在北京陪了我一个多月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所以以后准备每年至少绑架他们一次 希望自己能get更多的新的技能吧 然后身边的人都今天看看开开心心的 这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微博上面的我记得 我喜欢够我买的最多的东西是衣服 还有耳钉 耳钉嘛 我觉得耳钉 口红 口红我最近比较喜欢我现在涂的这个颜色 就是那种枯萎的玫瑰色 以此来就是觉得还挺开心的 因为上次见面是去年 整体的服装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毛茸茸的 很暖和 唯一就是腿很冷 三套衣服腿都很冷 但是很开心 就是大家就是都把我照顾的很好 我最喜欢我现在身上的这一套 我最喜欢我现在身上的这一套 因为它这里可能有几个尖弹 然后很可爱 颜色也还挺显白的 然后呢 因为我喜欢的耳钉 女团的造型 五颜六色头发的那种女团的造型 祝FB八周年生日快乐 然后呢 也希望你们可以越办越好 每一年都可以和你们见面 然后分享我的状态 然后我的一些时尚的心得 也希望可以通过你们把我打扮得漂亮亮亮 谢谢你们生日快乐